取卵之后出现负水这种情况也是不多见的 尤其是大量负水不多见 因为取卵后卵巢上面会出现很多的卵泡 这些卵泡是由受到大量的磁激素的影响而出现卵泡 在穿丝之后第一个穿的是卵泡取出的是卵子 一些卵泡穿丝之后它本身就会有一些卵泡液渗到浮腔内 再一个是由于激素的影响 卵泡会渗出一些蛋白而导致浮腔内出现负水的情况 这种情况成为过度刺激 如果是过度刺激比较严重的话 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这时候就需要输注大量的白蛋白来控制浮腔的问题 进行治疗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做辅助生殖的时候 医生一般会提前给予解释 并且在做取卵前 会根据实际情况去看取不取卵的 如果是有这个风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